那现在这里啊,咱们完成了一个预处理模块,咱们再回去吧 在这个预处理模块下,咱们是不是写完了这个Process模块啊 Process模块写完之后,咱们又要写第二模块了 第二模块就是说,你要一个Batch一个Batch去拿数据吧 咱们有一个BatchInput 还有呢,有一个Input就是有一个Output吧 就是像咱们的一个Label 还有咱们的一个Output,这个我们也需要给它做出来 咱们还有写一个函数啊,就是Generate这样一个Batch 你要Generate这样一个Batch啊,我们需要传进来的就是 一个Batch里边都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你的Flux,Flux里边啊,我们之前写过这样一个BatchSize吧 你需要把它的一个BatchSize给它拿过来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参数 还有呢,我们在做Batch的时候,是给它做成一个向量 咱们把这个向量再传过来 有向量之后啊,我还有一个WordToInt这样一个映射关系 这些啊,是我需要的 然后呢,我给它复制过来 咱们在这里再写第二个函数 这是啊,我们要写的第二个函数了 在第二函数当中啊,我们就去要把咱们的数据给它做出来 嗯,第一个参数是我的一个BatchSize 第二个参数呢,是我的一个,我给它写简单一些,POMSVC吧 第三个参数啊,是我的一个映射的转换 然后,写上一个冒号,咱们就开始写这个东西 首先呢,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 嗯,要看我当前这个数据量有多大 嗯,数据量多大,决定了什么啊? 数据量多大,决定了? 嗯,你能执行多少个IPOCH吧,就是说 在这里啊,咱们要来看一下 哦,也不是一个多少个IPOCH 就是说,一个IPOCH里边要有多少个BatchSize啊 是这样一个事儿 所以说呢,我们指定咱们的一个POMS 然后呢,让它呀,去除上咱们的一个BatchSize就可以了 BAC 比如说咱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数据量 它是,嗯,100的 然后呢,一个BatchSize是10 那是不是说,每一个IPOCH 我可以执行10个BatchSize啊 这个是Vector 拿过来 这个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量 诶,这个东西怎么还给我包错呢?BatchSize 好,没没没问题了 先啊,把咱们一个IPOCH里边执行多少个Batch拿出来 然后呢,我就要往底啊,去填充数据吧 咱们填充数据的时候 有一个X的BatchS 还有咱们的一个Y的一个BatchS 我给它都拿过来 BATCHES 好,还是都等于一个空的List 一会儿呢,咱们就要往这里啊 去不断填充了 现在咱们是不是填充 就是说,对于一个IPOCH来说 我要做这么多BatchSize啊 所以说,我有一个循环 4i in,咱们run子 里边所有的,一个IPOCH里边 所有的BatchSize都需要给做出来吧 所以说,一共要做N个BatchSize 在这里啊,怎么做呢 首先来说,有一个Start 就是你要做BatchSize 它要在原始数据当中去取 取一个索引嘛 咱们有一个Start的一个Index Start的Index啊,就等于I乘上你的一个BatchSize 就是说,一开始BatchSize 比如说是等于64的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我啊,一开始就是说 哦,这个小写个印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0乘64等于0 然后第二次呢,第二次就是1乘64 就从64开始了 第三个就是从128开始啊 所以说啊,我的一个StartIndex 就是等于我的一个I乘上一个BatchSize 然后呢,我还有一个AndIndex 这个AndIndex啊,就是说到哪儿结束了 到哪儿结束就是,从开头到结尾嘛 大的Index再加上我的一个BatchSize 这就是我的一个起始的Index和结束的Index 它的一个,就是一个位置是在什么样的位置的 然后呢,在这里啊,就是说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咱们现在得考虑这样一件事了 我们的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数据啊 对于这个数据来说 哎呀,它每一个词可能不一样的 有一些唐诗啊,它可能就是四句话 有的有八句话 甚至有十句话,二的句话 都是有可能的吧 它是有一个长度的啊 那它这个长度来说 是不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得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一个神经网络来说啊 要求什么 它能是不一样的吗 第一个你输入十个词 第二输入十二个词 这个是不行的吧 因为在你用神经网络的前提 就是说 你是得首先啊 把这个神经网络的一个结构 或者说它这个定义写好吧 有了它的一个结构 有了就是整个神经网络的一个模型 都是固定下来的 每一层的参数都是 就都是确定好的 比如说 第一层的参数就是一百乘以五十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第一层的输入必须是一百 对吧 那你第一个输入是一百 第二输入是九十 可以吗 就不可以了吧 所以说 咱们第一步啊 要保证所有的一个词 它的长度都必须是一样的 所有的输入都是一样的 这个非常重要啊 咱们不能是输入是可变的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 怎么办呢 因为咱们是个全连接操作嘛 在这里我们就得算一下吧 哎呀 既然输入是不一样的 怎么办啊 咱们就看谁最大呗 比如说 现在有两个词 一个词是长度是六十 第二词长度是十 那是不是第二词 以第二词为基础啊 我们要把就是长度小于七十的 都给它填充成七十啊 怎么填充啊 咱们拿零镜填充 或者说拿一个空格镜填充 这个就是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就拿空格进行填充 我们先啊 算它的一个最大长度吧 先算它的一个max的一个长度 是等于多少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啊 先算一下咱们的一个 长度啊 长度就等于我的一个最大值 就可以了 BTC 我来看一下 这个batches啊 怎么给我报错呢 这话还没写 就是说 算这个长度还没有写 咱们先把它的一个长度啊 写出来 嗯 它的一个batches 我先给它写出来 batches啊 就等于我们的一个啊 不是把这个vector给它传进来了吗 在这个vector当中啊 我们要传进来的就是 它的有一个七十还有个中指嘛 我都给它传过来了 这是七十 这是我的一个中指 那这里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对于啊 当前的一个啊 我说它的一个长度是等于多大啊 咱们是需要取啊 它最大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我的数据精填充了 嗯 咱们先把数据啊 就是填过成一个空纸啊 就是我用numpi点的一个foo啊 进行先把咱们的数据精填充 然后呢 需要指定一个shape啊 它的一个shape啊 就是我的一个啊 batchesize啊 batchesize的大小 然后再乘上我的一个lance吧 就是乘上我的一个最大的那个 这就是我的一个每一个式啊 它的一个长度 现在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拿什么进行填充呢 如果说拿0进行填充啊 不太不太可取 因为0可能是已经应用成一个值了 咱们现在啊 就拿这个空格进行填充 因为在原始当中啊 我们也是有一个 也是有这样一个空格 空格呢 也是表示着一个字符吧 它有映射 所以说空格代表映射是哪个字 我们就拿它进行填充 然后呢 因为数字 所以说给指定个格式 numpi点int32就可以了 numpi没有导进来 先给它啊 i字一个np 先把numpi导进来 这样呢 就相当于我进行了填充 填充完之后呢 所有的数据啊 就都是一个长度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 在咱们神经王当中啊 这个用的也是很多的 我们就是说啊 必须要做的这个填充 给大家再画一下吧 就是说啊 有的长短不一嘛 有的长 有的短 有的更短 那怎么办呢 以最长的为基准 以最长为基准 怎么办 短的你就补呗 短的你就补呗 下面这个补看就快上了 拿什么补啊 就拿空格 这块补的都是空格 都是空格啊 表示的那个印度值 所以说啊 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 补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 那现在补的什么 我们来看 numpi.fu啊 说明什么 我们现在是把指定了 这样一个shape 这个shape里面啊 所有的值都是这个空格吧 我们相当于啊 先做出来的是一个空的东西 那这个空的东西没用啊 我需要往里进行天充了啊 咱们是先把这样一个空的做出来 然后呢 空的做出来之后啊 我要一个batch一个batch进行一个天充了 进行天充的时候怎么天充啊 咱们就写这样一个循环啊 就是咱们的x x的一个data xdata里面指定好它一个所以 定位到当前的这个batch 然后呢 并且定位到当前的它的一个长度吧 当前这个词啊 它的一个长度是有多长呢 嗯 咱们需要把它的一个浪值计算出来 然后把它的一个 我来去看一下 那这是我的一个batch 我需要把这个batch拿过来 定位到当前的这个batch 然后呢 把当前的这个batch 然后啊 再传进来我们的一个当前的这个batch吧 把它的长度计算出来 它的一个长度啊等于什么 这个就是说 嗯 是定位到 比如说咱们刚才不是延长这些吗 我定位到啊 哪些是没延长的 先定位到 咱们应该往里传数值的那部分啊 定位到这部分 定位到这部分 定位到这部分之后啊 我让它等于什么 等于我当前这个batch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等于我当前这个batch 然后再把它真实的值传进去 这里啊就是说 嗯 我先是都拿一个空格当成一个填充值 然后呢 实际的时候啊 我再把它正常的值给它传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啊 就完成了一个xdata 有了一个xdata啊 我们还有一个ydata 这个y啊就是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标签 啊 cupy 我们先把啊 先把它的一个copy过来 就是先把咱们的xdata copy过来 咱们来讲一下这个y值啊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定义 这个y值啊就是说 嗯 比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啊 一句话啊 比如说我啊 这块是个我 然后呢 这块是个金 这块是个天 今天 打 球 哎呀这个字写的快飞了 这是啊咱们的一个x吧 那我是不是还有得有一个y值啊 我的y值是什么 我的y值是说 我这个说完我之后 我下一个词说什么的一个可能性最大吧 所以说对应一个我来说呢 我的一个下一个词 y值就是金 对于金来说呢 我下一个词就是一个天 对于天来说啊 就是一个打 对于打完来说 最后一个词就是一个球吧 对一个球来说什么 对一个球来说 我现在是一个结束语了吧 我的一个结束语 我要指定一个 咱们之前是不是指定了一个e啊 指定了是一个e 对指定一个e 是表示一个按的 就是表示了咱们的一个结束语吧 所以说呢 现在啊 比如说我 我的一个后面 我要预测成金 所以说咱们的一个label 就相当于是 这个x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把我的一个x 往后串的一个吧 它相当于是这样一个事 所以说 咱们在做数据的时候很简单 咱们这个y啊 先是把x copy过来 然后呢 再把对用的位置啊 往后串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说下面 我要给它往后串一下 你的这个ydata 然后呢 直接啊给它串一下啊 直接就写最后串的位置就可以了 冒号-1 等于咱们的一个xdata 等于我啊 第xdata 我就直接我给它往后串一下 就是相当于啊 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往后串一下之后啊 我们就得出来了啊 当前的一个y值就是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是等于什么东西了 那现在啊 是不是说我的一个x的batch 和我的一个y 的一个batch都做完了 这俩做完了 那就啊 就是data都做完了 这是一个ydata 没问题 都做完之后啊 哎呀我就往里传 不就可以了吗 这是x的batch 这是一个y的batch 我第二个pant 终于可以pant了 把xdata 我们的一个x数据 嗯 xdata在这儿呢 我看一下啊 xdata没问题 然后这块呢 rpant进来的是一个y的一个data 这样啊 我们就把咱们的一个x数据 还有y的数据都制作完了吧 都制作完了这样一个数据之后啊 下面我们给它return回去就可以了 就是xbatches 还有这样一个y的batches 我们给它return回去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啊 一个数据的一个batch的一个产生的问题 就是xdata 就是xdata